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几年后,我们会观看多少小时的视频,似乎互联网永远不会让您厌倦观看视频,因此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图书馆的YouTube统计数据,我们没有为您展示整个库,而是精选了36个最有趣的统计数据。 以下用文章形式简单的进行分类,YouTube历史记录统计,域名YouTube.com已于2005年2月14日启用,第一个YouTube视频于2005年4月23日上载。 Me Earth the Zoo节目的共同创始人Jord Karim在圣地亚哥动物园,2006年10月9日宣布YouTube将被Google以1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首批广告于2007年8月推出。 在2010年5月,YouTube每天的观看次数超过20亿次。 YouTube首先在2012年播放了美国总统辩论,到2013年3月,YouTube每月有10亿活跃用户。 YouTube用户统计,该平台每月有超过19亿的登录用户。 每10个人中,就有6个人更喜欢在线视频平台,而不是直播电视。 到2025年,一半以下,32岁以下的观众将不会订阅付费电视服务。 在平均一个月中,18-49岁的人观看YouTube。 而90%的美国,18-24岁的人使用YouTube。 2015年,年龄在18-49岁之间的人的电视观看时间,减少了4%,而在YouTube上的时间,却增加了74%。 仅在移动设备上,YouTube覆盖的年龄在18-49岁之间的人,比任何广播或有线电视、网络都多。 您可以使用总共80种不同的语言浏览YouTube,覆盖95%的互联网人口。 该平台还在91个国家地区启动。 Ryan是知名度最高的YouTuber,2018年的收入为2200万美元。 YouTube使用情况统计。 YouTube是仅次于Google的世界第二大搜索引擎和第二大访问量网站。 YouTube是第二大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拥有19亿用户。 每分钟将400个小时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 我们每天观看超过10亿小时的YouTube视频,比Netflix和Facebook视频的总和还多。 YouTube观看次数的70%来自移动设备。 平均移动观看绘画持续时间超过40分钟。 第一个获得100万观看次数的视频是一个以罗纳尔迪尼奥为特色的耐克广告。 随着视频的访问量,最多的是目前由路易斯福西和杨基老爹的Disposito的音乐录影带。 它拥有超过66亿的观看次数。 之前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Gangnam Style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达到10亿次观看。 相比之下,Disposito只用了97天观看次数最多,但不是音乐视频的视频。 是Get Movies的Masher and the Bear灾难食谱第17集。 目前,它的浏览量超过40亿。 订阅最多的YouTube频道Belong30 series,其次是PewDiePie和Cocombin Nursery Rhymes,不包括YouTube自动生成的频道。 YouTube最受欢迎的视频是YouTube as on YouTube Rewind 2018。 Everyone controls Rewind 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视频是我们熟悉的朋友Disposito,来源维基百科。 2019年最受欢迎的视频是Daddy Yanky and Snow的Concomer,来源Fastimo YouTube分析器。 2019年最受欢迎的视频是Sean Mendez和Camila Cabello的South East Orator,来源Fastimo YouTube分析器。 2019年最受欢迎的视频是YouTube,自己的2019年道代视频。 Ouch,来源Fastimo YouTube分析器。 每天平均有10亿次移动视频观看。 在YouTube上搜索次数最多的词是Disposito,其次是BTS。 在美国最大的搜索词是Pudepi,来源RF。 美国有81%的父母使用YouTube为其子女寻找内容。 超过一半的YouTube用户使用该网站来确定如何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YouTube行销统计资料。 在千禧一代中,YouTube占跨设备观看的高级在线视频的三分之二。 美国有9%的小型企业使用YouTube。 自2007年以来,截至2018年11月,YouTube已向版权所有者支付了30亿美元。 每年在YouTube上获得6位数收入的频道数量同比增长了40%。 在T-Series之后,最受欢迎的品牌频道是WWE。 该频道已经累积了超过5300万订阅用户。 观看完或观看至少30秒的Truview广告的观看者访问或订阅品牌频道。 按该品牌观看更多视频或分享该品牌视频的可能性要高23倍。 接触过Truview广告但不看完的观看者采取其中一项操作的可能性仍然高出10倍。 当品牌使用Truview时发布新视频后, 他们看到的现有内容的观看次数最多可增加500%。 截至2020年1月,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中有90%30音乐视频。 Interbrand的前100个品牌每18.5分钟会集体向YouTube上传一个视频。 同一品牌平均拥有2.4个频道。 YouTube上操作方法视频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0%,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数字。 如果您只是想了解在线视频魔力背后的数字的YouTube观看者, 希望这些统计数据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您是一名营销人员,试图确定在线视频是否是吸引受众的好方法, 那么这些YouTube统计信息应该可以证明YouTube上的惊人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